对着这种挑战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人 你肯定是觉得你过不了这关 因为在国家对更自由的是两个世界嘛 两个世界真的是两个世界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肯定会有更多的事情你要去了解 去办 就是一个只装进打球 一个打球之外也要处理全部的东西 很多因素的东西 赞助啊 准备啊 比赛的那种设计啊 那种全部你自己生活的设计啊 因为你在里面你就是完全不用想这些 你是住里面 室里面 然后就是去训练 然后你比赛全部都是为你准备好 我们现在这些通常全部都是在自己做 所以接下来的这门比赛是 是安排哪里印度有打的 印度咯 我们会已经报名印度 啊 马来西亚跟西加坡 都有报名 印度方面会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就是 风光还不懂 印度暂时现在是没有什么新消息啦 都是照照常走啊 你们隔离啊 进去隔离啊 还有 会有隔离 会有一个四天的隔离 啊 比赛 会有一个四天的隔离 会有一个四天的隔离 然后 呃 Softest那些是正常都是需要做的咯 然后隔离当中会有一天还是两天 呃 给我们训练 如果我们是 NEGATIVE 呃 我们是 NEGATIVE лось不еди 谢谢大家